最近台灣胸腔科醫生蘇一峰分享 有一個40多歲的男病人 有至少20年的吸煙習慣 他持續吸收一個月才去求醫 照X官後發現患有肺癌末期 而且癌細胞還已轉移到其他器官 於是叫病人盡快展開治療 但男人就崩潰地說不信 要帶資料去多幾間醫院問 當場令蘇醫生很無語 根據美國肺癌基金會資料 肺癌的主要徵兆有持續吸收 呼吸急速、聲音嘶啞、胸痛 不明原因體重下降 持續或不斷復發的慢性肢器管炎 或肺炎、骨骼痛等 如果長時間出現一項或多項症狀 市民都應該立即求醫檢查